五行深刻最科学的转化原理如下 古人认为 混沌初开 万物以水为起始 经过很久的时间 水内就产生了微生物 而这些微生物 就是象形意义上的土 而有了土有了水 那么就能够形成肥沃的土壤 就会滋生出丛林和树木 于是就有了木 而木经过万年的累积埋藏 则变成了煤 而煤的属性就是金 而煤在高温的作用下 就能生成火 火只要遇到空气 在冷却下来就能够分离出水 这就是先天五行的深刻路线 即水生土土生木 木生金金生火火生水 它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后天五行是不一样的 先天五行是我们现在生活中 基本上用不到和看不到的为阴 而后天五行是我们现在生活中 经常看到的和运用到的 所以为阳 而阴阳之间就这样 不断地进行着 互换和推演的演变 这也是星体运行的规律 再不黑 然后再不亲 hug 再不chlag